出席新宮 落成典禮 面對高雄重啟爐灶 該由誰扛起 侯友宜 力庭 老大哥 朱立倫 承擔大任 朱立倫前市長 如果願意出來 為黨選舉 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不畏戰 不拒戰 不必戰 團結在一起 但面對韓國瑜任期 僅僅到6月12號 倘若未提出罷免無效訴訟 高雄將在三個月內進行補選 屆時包括朱立倫在內 都無法趕在四個月內遷及高雄 只能尋找在地人選 對此朱家軍出面喊話 期盼中央迅速定奪 所以這個就需要黨中央的評估 還有韓市長的主觀意願 朱只是表達說 如果真的需要他 他不會迴避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態度 也是給黨中央其他人一個參考 因為目前好像點名到有人說 黨主席親徵這些 好像主席都沒有正式的同意 而去掌握親近朱立倫人士也透露 提出法律上得考慮 可能掉入民進黨圈套的風險 一路拖延訴訟到兩年期滿 由中央指派 但倘若國民黨中央下定決心 拍板提出無效之訴 朱立倫將隔天立刻簽戶籍 展現壯士斷丸的決心 我覺得不管是朱立倫或任何人 其實我都希望在這時候 都能夠把這樣的擔當拿出來 面對黨生死存亡之際 同事接連喊話 任誰都得勇於承擔 是戰是和 將其陳主席得盡速拿出決斷 接著程序一章宇宣談報導